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你说肉跟素食 对素食是这边 然后这边是有肉的 那我们就只有墨西哥腊肠第二个这个 不要吃辣椒之外的会辣 然后其他都不会辣喔 那那个有黄饭的是推荐 对 比较推荐的 这个腊肠是有微辣的 大概是微辣到重辣之间 因为我们是放墨西哥辣椒 对 那我来一个这个 咖喱鸡好了 咖喱鸡 它要等多久 大概 也要内用嘛 对 大概15到20分钟 可以吧 好 OK 好 那这个烤鸡翅是不用等吗 烤鸡翅的话大概要现烤十分钟 它也要等 对 所以 因为我们都是先别牵住 对 好 那我就 再一个这个烤鸡翅 那我们可以搭这个套餐 三推三次 159 套餐是搭什么 就是一个披萨搭一个A餐的话 会比较优惠 好 那就搭三腿三次 三腿三次 好 OK 那这个口味会有点微微辣哦 OK吗 好 我点的餐点到齐了 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我的披萨 是咖喱鸡肉 呃呃呃 掉掉下去了 咖喱鸡肉口味的披萨 闻起来感觉有蛮浓郁的咖喱味 再看一下我家点的鸡翅和鸡腿 各三只的鸡翅和鸡腿 现在来试吃一下咖喱鸡肉披萨 里面的材料有鸡肉 洋葱 番茄 还有起司 我来试吃一口看看 蛮好吃的有香香的咖喱味哦 还有立体的鸡肉感 靠近一点看一下 它的鸡皮边边外圈 固意做着立体感 固意做着立体感 它的鸡皮边边外圈 固意做着立体感 非常好吃 鱼肉 跟材質要吃飯的鱼肉 來試吃看看雞翅的口感 外觀的樣子 聞起來烤得蠻香的 吃一口看看 雞翅咬開後的樣子 滷味滷得很進去 雞翅吃完了 好吃 來吃這個小隻的雞腿 烤得很入味的感覺 來吃吃看 小雞腿吃完了 吃起來感覺不會乾柴 近距離看一下雞腿和雞翅的感覺 烤得還蠻鮮嫩的 雞腿很脆喔 聽一下聲音 酥脆的聲音 剛才全部試吃完畢了 我要來說一下心得 就是我覺得 試吃起來的話 我最愛的是 咖哩雞肉披薩 然後再來是雞翅 再來是雞腿 畫面上這個是外帶的包裝盒 嗨 有三隻貓咪喔 有三隻貓咪喔 我們養比較多貓 今天只有三隻 它這個是說是 你們是自己的貓 對自己的貓 不是像有些什麼貓咪中古之家 沒有沒有 那你之前有去過那個 就是賣豆花的 然後它是什麼貓咪中古之家 就是它會 它好像會 就是會收養一些受傷的貓咪 然後把它照顧好之後 然後就是在店內 跟那個吃豆花的 顧客互動 然後如果它喜歡那隻貓咪 有緣分的話 然後就看一下 要不要認養它這樣子 對啊 所以這是自己養的 因為我們之前有 裡面有幾隻是 之前中途我們自己就收編 對 因為現在寵物比較多 目前是還沒有冷幾隻 那他們有寵名字嗎 有啊有啊 這個 名字的話我們吃放在那邊 這個 名字放嗎 是名字 有寫名字 喔 皮蛋 蛋黃 黑熊 所以黑熊就是黑色 黑熊的話 是因為它的胸口 有一個鼻子的白色毛髮的部分 很像台灣黑熊 所以把它命名叫黑熊 所以是這一個是黑熊嗎 是這一個 對 因為你現在看不到它 你說它現在黑熊 它就看不出來 對 然後這隻是那個 蛋黃 看顏色應該是蛋黃 對 然後又因為那個是皮蛋 皮蛋 為什麼它叫皮蛋 皮蛋的話 是因為蛋黃是我第一隻貓 然後皮蛋是第二隻 皮蛋是第二隻 然後原本那時候是想說 它的顏色好像皮蛋豆腐 然後又想要取個第二隻 取個蛋系列的 對 然後就叫皮蛋 哪一隻比較活潑啊 應該是皮蛋比較活潑 這一隻 這一隻喔 對 現在在這一個 可是它現在看起來很冷靜 因為貓咪下午比較常是睡覺睡覺 優軟休息 對夜貓子嘛 對大家都說夜貓子 上黃大概是六七歲 然後皮蛋在年輕的一年 你要讓我看一下你的胸口 為什麼叫熊貓 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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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熊你好 他就感覺有人靠近 他會好奇對不對 有看到 黑熊 黑熊你有肚子喔 有喔 看得到你有肚子 你看你的有一點肚肚喔 很快 最能吃的 最能吃的黑熊 黑熊 這家店是由兩位年輕人所開立的 裡面有三隻可愛的貓咪 現場用餐氣氛很悠閒 可以找親朋好友一起來這裡聚餐喔 結束後還可以去逛一下對面的浦頂公園 這家餐點通常在用餐完畢之後 老闆才會跟您結帳 因為老闆很用心 想要在結帳的時候 關心一下您對今天餐點的滿意程度 嗨 我是凌凌 如果喜歡我的分享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見